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身份核对无疑 账户没有问题 为何依旧被骗 个人信息了如执掌 嫌疑人身份却出乎意料 陌生来电背后是谁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来自同事的陌生来电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警方在防范电信诈骗的时候 经常提醒大家 陌生电话要注意 身份核实是前提 可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这个受害者 那却陷入了迷茫 有熟人打来电话 让他汇款 他是既核实了对方的声音 又核实了熟人的个人情况 就连这个汇款账户都确认了 是熟人的账户 没错 可他依旧还是上当受骗了 而且还不止一次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到湖北省的麻城市 去看一看 喂 你好 麻城110 我被骗了 在我们白国实在场 给警方打电话报警 那就是受害者 王女士在麻城市交的一家 这个实在场里 警方见到了她 当时王女士显得非常地焦急 她心情非常地迫切 王女士说 她被人整整诈骗了37万 她之所以焦急 因为这诈骗手法 她是百思不得其解 更让人意外的是警方的反应 她们听完了王女士的讲述之后 也觉得闻所未闻 那么王女士都遭遇了什么呢 王女士先介绍了一下案发的背景 她和丈夫是福建人 在麻城这儿经营了一家食材厂 厂里的主营业务 就是从山上开采食材 然后通过大货车 送往全国各地的工地 而王女士的主要工作 就是管理厂里的财务 不管是发货款还是发工资 都要经过王女士的手 2021年4月5号 王女士接到了个陌生号码 打来的电话 给她打电话的是厂里的员工 是个姓林的司机 她在电话里头说 儿子患上了急性心脏病 正在武汉住院治疗 急需用钱 看能不能这个月提前 把那个货运款给她提议一下 她说有5万块钱 对方张口就要钱 但是王女士并没有怀疑 原因有三 其一 货运款按惯例是月底结算的 但是因为司机家里头有急事 提前结算 这种情况之前也发生过 其二 这些司机师傅大多都是福建老乡 大家相互之间都是用闽南方言沟通的 很难做假 其三 林师傅的情况 王女士很清楚 确实是有个儿子 而且厂里该给她的货运款 不多不少 刚好也就是她提出的5万 最最重要的是 这钱直接打到林师傅本人的银行账户里了 这还能有什么问题呢 但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态升级了 林师傅的要求也升级了 王女士呢也是当妈的 太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了 于是她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 所以这号上午 王女士分三次 又分别转了8万块钱 5万块钱以及2万块钱 到林师傅的这个公司卡上 合计15万元 钱嘛照就是打进了林师傅的公司卡 而林师傅也是厂里的老员工了 能有什么问题呢 然而一觉醒来又出事了 这次出事的不是林师傅 是另外一位司机姓陈 到了4月7号下午的时候 王女士他们厂里 有一个姓陈的货运司机 也是一个老员工 打电话给王女士说 他说他家的小孩准备结婚 要向女方支付彩礼 急用钱 陈师傅照样用了个陌生号码 也要求支付这个货运款 而工厂这边呢 也确实还有这么一笔钱 应该给他 这不就巧了吗 我也看了一下财务报表 上面是有7万块钱 我也想想老陈师傅 这么多年都是筹他儿子的婚事 也不容易 我就给他7万块钱的婚事款 打到他的工资卡上去了 王女士也是个关心下属的领导 她早就知道陈师傅有个孩子急着成家 见他提出诉求 那肯定要及其帮忙啊 所以这7万块钱又转到了陈师傅 本人的账户上 王女士手下几十号人 难免发生紧急情况 可是又过了一礼拜 竟然还又出事了 这一次有事的是货任司机小麻 虽然电话号码很陌生 可是小麻一开口 依旧是熟悉的女男孩 然后到了4月15号 我们货任司机小麻 给我打电话 说他爸在老家摔伤了 只是要钱来治疗 叫我把他的那个货任款 10万块钱先给截一下 我也看了一下财务报表 也确实是有10万块钱 当时想也没多想 我就给他找到公司扛上去 都说事不过三 这才短短10天 就有三个师傅提前执行货款 甚至还有人找老板娘 一支薪水一番操作下来 王女士这就转出去37万了 还听王女士说到这儿呢 警察也忍不住了 他们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打电话来的都是陌生号码 王女士怎么就这么确信 联系他的就是这三位师傅呢 他难道之前没有保存过 这些师傅的手机号 王女士就向我们解释 说因为厂里面 同共有40座名司机 并不是美名的司机 他都存有号码的 再加上当时 对方在电话里面操作一口 流利的闽南方言 所以当时王女士并没有对对方的身份 产生怀疑 原来如此 王女士还表示 手机号虽然陌生 可电话里头 师傅们谈起自己的货款和家庭情况 那都是了如指掌 再加上钱都是打到了 他们的工资卡里头 又没有留下别的地方 能出什么意外呀 然而意外这个词呢 指的就是意料之外的情况 2021年4月21号这天 真正的意外出现了 王女士在场子里碰上林师傅了 就是那个声称孩子得重病的那个师傅 王女士就亲切慰问这个林师傅孩子的情况 林师傅这脸色呀突然变了 小林说我孩子一直在家 好得很 没有生病 我说莫名其妙的老板娘 怎么喂我儿子 怎么要我儿子好好的 林师傅说她有点发懵 这孩子好端端的 哪有什么病呢 可是王女士那脸色比林师傅的还要难看 她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对了 她就又问了一句 那我给你打的那20万你收着了吗 这林师傅接下来的回答 就让王女士瞬间心跳加速 寒毛抒起 我为老板娘 你打出我20万的扩款 那我退给你 你收到了没有 林师傅表示 她确实先后收到了老板娘打过来的20万块钱 可是这钱已经还给老板娘了 这什么情况这是 王女士压根就没有收到过什么推款呢 然后是王女士再迟钝 她也知道出大事了 她赶紧给另外俩师傅 又是陈某和马某打了电话 果然得到了同样的说法 王女士这才确定 有人去对她去诈骗 然后就打电话报了机 王女士说钱都进了师傅们的账户 可是师傅们都说 钱已经退还给了王女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警方在三个师傅那里 补上了事件最后的一环 原来这些钱进入到师傅们的账户之后 他们先后接到了一名女性打来的电话 对方同样操着敏南口音 自称是老板娘 当天宁某就按照老板娘的要求 将20万的货运款转向了老板娘指定的银行账户 这些钱就这么又返回到了 所谓的老板娘的指定账户里 但是很显然电话中的老板娘不是老板娘本人 这账户也并非是老板娘的账户 有人分别冒充老板娘们和司机 两头传话 两头骗 就这么把钱一一骗走了 可他是怎么做到的呀 就最直接的一点 大家都是通过电话沟通的 就没发现他的声音有问题吗 老板娘的声音就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打过十年 彼此就是这样信任 本来他对员工得很好 所以我们没必要去核实那个东西 我们就发现王女士这边呢 说他听到的就是这三名司机的声音 司机也让我们说 他们接到的电话就是王女士打来的 口音方面以及语气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就是说骗子首先是个非常善于模仿的人 才能够完美模仿老板娘以及三位司机的声音 除此之外 这骗局要想成功还有许多的必备条件 首先骗子需要拿到老板娘的电话号码 其次骗子需要非常清楚工厂的货运及财务状况 再次骗子还得清楚司机们的电话号码 家庭背景和生活境况 掰着手指头这么一算 所有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如果骗子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的话 那真的是令人防不胜防 这样的人存在一天 那就是对社会秩序 对财产安全的巨大挑战 实财产业是我们麻城市的资具产业 务工人员有几万人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这些案件不及时侦破的话 会引起务工人员的恐慌 这些案件重置之重的 我们是在筷子上面下功夫 抱着这个想法 警察呢首先调查了一下 打给老板娘王女士的那几个陌生来电 结果不出所料 发现这些电话卡并没有绑定 实名的身份信息 犯罪分子这是早有准备 紧接着几名司机转款的 那个指定账户也有消息了 从发案时间到报警的时间 这中间是隔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所以当我们征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那个37万元 就已经通过层层的分流都转出去了 结果再次不出所料 但是这些钱虽然被取走了 账户的户主都是实名的 那就问一问他们吧 4月26号 我们专案组立即就将三名涉案的 银行卡主装货归案 也就是说这三张卡都是 卡主卖给嫌疑人的 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实施诈骗 但是这种行为也涉嫌违法了 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所以说自己的个人账户 个人信息一定不能给他人用 要是这个牵涉到了违法犯罪的活动 很可能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警方的调查还在继续 他们又联想到了一种可能 既然嫌疑人那么了解公司内部的情况 那有没有可能是内外勾结 或者是根本就是内鬼所为的呢 我们判断它是一个熟人作案 嫌疑对象应该是 至少有一男一女两人以上 然后是福建人作案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在案发时间前后 并没有可疑人员进出厂区 随后我们又专门针对该公司的 相关财务制度进行了一个调查 但是警方来到王女士的办公室之后 再度陷入了困惑 王女士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 这里除了她本人 只有她身为厂长的丈夫能够进出 财务报表也只有两份 一份电子版在王女士的电脑里 电脑有密码 一份直制版放进了党恩贵 党恩贵也是有所大 王女士每次下班都会把办公室的门反锁 她的办公室也没有可以撬过这样的经济 所以排除了财务报表被泄露的可能 我们当时也觉得这个案子很蹊跷 确实是太蹊跷了 根据警方调查 这案子不像是内鬼做的 可这人不是内鬼 又怎么能够掌握这么多工厂的内部信息呢 最为蹊跷的是 就连口音都能模仿的那么像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些问题虽然暂时误解 但警方并没有停下侦查的脚步 他们离开厂区的时候 对每一位司机都留下了同样一句话 为什么要特意交代司机呢 因为警方从种种细节当中感觉到了嫌疑人的性情 他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工作 也骗了那么多钱 他是很难收手的 也不会满足于眼前的成果 果然 2021年6月18号 王女士的这个食材厂的另外一位司机啊 突然接到个有些奇怪的电话 周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他说他前两天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厂里的厂长叶某 并且操作一口流利的敏南方言 当时说自己在山上有价值20万元的食材荒料 因为急于出售的话 现在是12万元想销售给周某 但是比较急切地要求这个周某 要缴纳2万元的定金 按照厂里的规定 山上的石头那是不可能向厂里的司机小售的 这位周师傅当即就找到了警察 警察一看周师傅提供的电话号码 这不巧了吗 我们就发现对方的电话号码 然后也是171开头的号码 给周师傅打来电话的 很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 警方当时就兴奋起来了 他们与周师傅说好了 让他约嫌疑人出来见面 警方准备前复在车上抓个现行 我们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 一击重锤 张某表示他是受人委托 带着司机周某到矿权上砍石头的 张某他是我们这边本地的人 他就是奔着这个2000块钱的中介费就去的 他对于前妻的那个谈声音是怎么谈的 跟谁接触 他都不知情 张某居然又是个障眼法 这嫌疑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但是到了这一步顺藤摸瓜 已经离真相不远了 张某交代委托他的那个朋友们姓邓 叫邓某星 他是个什么情况呢 就发现邓某星是福建人 然后跟我们第一个念头 就是跟我们之前的那个 刻画的那个嫌疑人 就说定在那个福建人作案 这一块就比较接近了 然后张某他就主动交代了邓某星 就是在这个食材厂附近 加油站的一个加油工 邓某星虽然是福建人 可他只是个普通的加油工 并非食材厂的内部人士 他身上的嫌疑能有多大 警方把邓某星的照片打印出来了 送到了几位食材厂的司机受害者那里 那结果真是诱惊忧喜 几名司机都表示 他们跟这个小邓很熟 他很有嫌疑 可是当警方冲到加油站的时候 意外再次发生了 加油站的老板就说 邓某星已经辞职了 现在他也不知道去向 邓某星竟然失踪了 可这么一来呢 他的嫌疑就更大了 据警方调查 邓某星买了一张火车票 前往福建的福州 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活动轨迹了 湖北警方当即向福建警方 发出了协查通报 请求他们协助调查 同时呢将这个邓某星列为了网上逃犯进行追逃 日子又过去十来天 这些天里头邓某星一直下落不明 似乎就这么消失了 但是警方跟邓某星多次交手 已经对他的性情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他是个贪欲几重又十分自负的人 一定还会再次作案 果然 2021年6月30号 福建罗远警方传来消息 邓某星一位盗窃 被官机关抓获了 了解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就立马驱车一千余公里 赶到了福建罗远 将邓某星顺利押解回了华城 叫什么名字 在哪 哪里的 福建罗远的 邓某星28岁 福建省罗远人 有吸毒史 赌博史 以及故意伤害史 因为有多次犯罪前科 所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但是警方更将知道的是 这起诈骗案在背后 邓某星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 以及他的同伙下落何方 面对这样的新型犯罪 不理由中者犯罪 更重要的是 你堵着教去进行预防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刚才说到 湖北省麻城警方 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找到了 石台厂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 邓某星 然而邓某星在审讯中 交代的第一个情况 就让人十分意外 跟你一起作案的 那个女人在哪里 没有其他人 就我谁人 你一个人找的 对 从头到尾就邓某星 一个人作案 可是给石台厂的司机们 打电话的明明是个女生 而且石台厂的老板娘也说了 分别有三个司机 三种不同的声音 给他打了电话 邓某星是怎么办到的呢 邓某星就说 他之前在网上 提前购买了一个编上器 他使用编上器 冒充不同的身份 实际了这么一个诈骗 好嘛 原来是这么回事 再加上司机常见在外奔波 跟老板娘结束不多 相互之间不算是特别熟悉 这就被邓某星趁虚而入了 可是邓某星又怎么那么了解 司机师傅呢 连人家的家庭背景 工资收入 生活境况全都掌握了 这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 因为他们货车司机就每天就说 过来拖货 都会在家务站加油 就会跟这个邓某星 经常聊一些家常 因为都是福建本地人 然后他们也加了微信 有的时候这些司机到外出车 或者说跑运输 会发一些朋友圈 家里有什么事情也会发朋友圈 邓某星就是通过这个朋友圈 以及在交流盘谈的过程中 了解到这些司机的工资情况和家庭情况 许多人都有在朋友圈里记录生活的习惯 可朋友圈里他未必都是真朋友 就比如邓某星他早就有了类似的犯罪想法了 那些没有绑定实名身份信息的这个电话卡 就是他多年前有意收集的 但讽刺的是邓某星设下了层层陷阱 最后一个被套住的人 竟然是他自己 就说邓某星为什么会落网 那是因为他回到老家之后 又故技从事了 当时他是冒充当地村委会的一名女性 防疫工作人员 跟当地的一户村民打电话 通知村民到村委会接受核酸检测 当时他趁村民不在家的时候 就到别人的家里实施了盗窃 一共偷得了6500块钱 后来的话村民发现了这个事情 报了警 随后邓某星就被福建警方抓获了 欲贺难田最终反噬了自己 说的就是邓某星 邓某星在麻城诈骗了37万 其中7万块钱被他挥霍一空 剩下的30万被警方追回 顺利返还到了受害者王女士的手中 我真的没想到能够追回来这个钱的 我今天相信你 不用点了 不用点了 真的想到这个钱 能够追回来 太好了 真的是太谢谢你 这个以后 看到类似的情况还是要注意啊 特别是你们作为财务人员 转账的情况可能就像 今后又会碰到别人要求转账的 一定一定要当面核实身份是最好的 一定要注意啊 是的 再遇到类似的转账要求 不仅要核实身份 最好当面核实身份才能万无一 是至于邓某星嘛也得到了法律的制裁 2022年3月11号 他以为反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7年8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反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千元 合并执行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2万2千元 他应该到高墙之内去算一算自己的青春年华 还经得起几次的行车踏错 几次自作自受了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聊聊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感谢观看